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几个12月6日 在圣马尔达之家的 《清晨弥撒》中指出 不认识天主的温柔的人 也不明白基督信仰教义 当天福音 记述亡羊的比喻 说明上主不停地寻找我们 并为找到我们而充满喜乐 教宗表示 上主像攀官一样到来 但他是一位 充满爱抚的判官 一位充满温柔的判官 他千方百计拯救我们 他来不是为了谴责 而是为了拯救 教宗说 上主对待犹达斯的态度 最能让我领会 上主对亡羊的态度 犹达斯是福音中最迷失的羊 他是一个心中总是苦涩的人 总是疏远人 不懂得与他人 共度无常生活的甜蜜 犹达斯是个不满足的人 所以他逃跑 他逃到其他的地方去 因为他心中是黑暗的 这黑暗是他离开羊战 当耶稣找到这只迷失的羊时 没有责骂他 尽管他做了很多坏事 在橄榄园 耶稣还称犹达斯为朋友 这就是天主的爱抚 教宗最后总结到 谁不认识上主的爱抚 也就不明白基督信仰教义 谁不让上主温柔地抚摸他 就会迷失 这是喜讯 这是今天我们所渴望的 真诚地欢欣 这是喜乐 这是我们寻找的慰藉 愿天主带着他的大能将来 他的大能是安慰 寻找我们和拯救我们 犹如迷失的羊 把我们引入他教会的羊战 愿上主赐予我们这恩宠 使我们带着创伤和罪过 以及真诚地悔改 等待圣诞节 等待这位来安慰我们的天主的大能